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到现在 球队名字虽然有小牛变成了现在的独行侠 司机身边的队友换了一批一批 但司机依然还留在队里 继续为球队征战 不得不说 司机能留在小牛除了老板对其的爱戴之外 还有那么的一丝的幸运和坚定 因为当年也有球队在司机合同到期后给他奉上大合同的 但是司机很坚定的 刘小牛 当年的胡人管理层在科比和奥尼尔之间选了科比 不得不说科比能中老胡人除了管理层对科比的任何外 同时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2017到18赛机场归赛 陆维茨机场均上场24.7分钟 得到12.0分5.7篮板 1.0出过0.56抢断 0.58盖冒 虽然现在的司机已经处于暮年 但在那么大年纪 还能拿下如此数据实属不易 司机能再征战一年 这和球队老板有很大关系 库班估计是舍不得司机退役 司机早在几年前就想退役 但在库班的劝队下 一直到现在 在合同前这方面 库班曾对司机说过 司机想拿多少钱都可以 合同自己开 今年夏天自由市场刚开启 小牛管理层就想以420万合同许约司机 但司机没同意 司机嫌钱太多了 不想要 但现在已一年五百万许约 估计是库班强塞 司机不要不行 库班和司机 球员和老板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全联盟中最好的一对 这样说没毛病吧 麦迪飘移的干拔 科比的后样翘头 邓肯的45度 打板如此经典的动作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但下赛季我们还可以看到司机的经济独立 重温一下经典 司机能再打一年 那么独行侠这个球队 无论他有多差劲还是会有人看 因为只要有司机正面旗帜在 小牛球迷和想见正经典的球迷都在 喜欢司机的网友 下赛季可以多去看看独行侠的比赛 传奇可以老去 但中间不会逝去 以上是个人观点 喜欢的可以点个赞 谢谢